前方路口外側车道 老先生骑着电动辅助车缓缓前进 这时后方一道车灯闪光 轿车追撞电动车 80岁的老人家被往前撞飞 趴在地上血流不止 活速送到医院 但经过急救依然宣告不治 车火意外就发生在苗栗中山路中性路口 造势车辆撞上前方电动车 引擎盖明显突起 电动车卡在车头 座椅往后倾斜 里长说老翁从台中大甲骑了三公里路 来到苗栗院里 早起买菜没想到出了意外 他来院椅子干嘛 都买早餐 买菜买早餐 请他跟着弄车 驾驶也是为注意车前状况 而导致车祸发生的原因 造势驾驶初步排除酒驾 声称当时外出买早餐 天色昏暗追撞前方电动车 造势原因还在厘清 而老人家膝下五子和太太同住在台中大驾 多年前因为车祸截肢 为了照顾妻子天天骑着电动车 外出买菜张罗吃喝 没想到路上发生车祸 抛下老伴先走一步 记者彭志明 王一筹 彭新 苗栗报道